最後一個小弟來介紹電漿的反應是它怎麼設計的 首先我們要看它不同的用途 第一個用途如果是用作薄墨層機呢 薄墨層機最簡單的設計結構就是平行版電容 平行版的電漿反應槍聽 有上電極有下電極 上電極接R power來控制電漿的密度 下電極接R power來下電極 產生出來可以講裡面的自由機 跑到下電極這邊就會形成 我摸摸就是散一支槍領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個反應槍領非常簡單 一個密閉的槍領裡面有自身氣體的流進 那也有什麼呢 反應完的氣體的流出因為它要抽真功嘛 它要抽成低壓等待下 有氣體進來有氣體出去 然後呢這上面是個加熱瓶板 因為自由機跑到氣氛表面產生化學反應 如果你的機板這邊有溫度的話 它化學反應就會更快 那一般的這個加熱瓶板的溫度大約在300度左右 PCD一般用的溫度是300度 所以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結構 只有這個R power 同時控制流量跟能量 因為在成績的時候你一定會有一次溫度 同時會產生一次溫度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強敵 CPE 那如果今天你要入座10顆呢 如果你今天要入座10顆的話 如果今天你要入座10顆的話 會怎麼做呢 首先一個被10顆的東西放帶這個電極呢 會比較小 面積比較小 用來增加自我偏壓用 然後呢 第二個 因為你是用做10顆 10顆的話你的氣壓就要比 不過成績用的氣壓還要更低 那氣壓更低就越不容易產生面膠 所以一定要加上什麼呢 磁場 加一個磁場線圈 加一個地流線圈就有磁場 產生磁場之後呢 增加它的碰撞機率 產生電極 所以 只要你今天是用做10顆的話 氣壓比較低 面積比較低 沒有 面積比較小 面積比較小 然後你又要產生足夠的離子溶解 你就要施加磁場 所以你只要看得到 第一個 面積不對稱 電極面積不對稱 電極有磁場 它就是比較低的氣壓 而且會用在10顆上面 第三個 既然是10顆 你會用到離子溶解 因為你用小面積就是靠離子溶解 離子溶解的時候呢 離子溶解所釋放的能量 除了在儀儲材料之外 也會產生熱 產生熱 因為碰撞就發熱 所以晶圓表面會熱之後呢 它就需要一個冷卻用的氮氣 要抽 你看它會一直吹氣 讓晶圓表面冷卻下來 那在吹的過程中 就怕晶圓會被吹掉 所以會有一個晶電夾 夾子 把微粉夾在表面 或是固定的東西 讓微粉固定在表面 然後離子溶解 溶解機也比較便宜 或哪會產生熱 這個熱呢 最重要用控冷卻的氮氣 去給它降溫 就變這樣 所以有自身的氣體劑 氣體粗 產生變壓 靠什麼呢 靠線圈來增強它的變壓反應 而 阿爾的泡我會放在小面積這裡 因為阿爾的泡我呢 只要它的頻率共益 它可以加強額外的偏壓 額外加 它可以增加它的直流偏壓 然後利用這個阿爾的泡我可以增加直流偏壓 好 這是10顆的相比 所以你可以看到 裸墨沉積的相比 跟10顆的相比不一樣 最主要是10顆壓力比 壓力比 壓力比你要在上面足夠的變壓力 你就要加磁場 而你要增壓力的衝擊 你就要到電極 面積不對勢 要變響 你為了再增加自我 拼壓力 你會將阿爾的 Power 頻率降低 並且加在 在Waver的那一邊 拉大至我平常的電極 更大 好 好 第三種 如果今天我的電極 我只需要用到自由機 我不想要離子風機 可不可以 我今天的電極裡面 我只想要有自由機 我不想要離子風機 可以 這個電極叫做 遠距電極 remote bus pump 什麼意思呢 產生電極 又產生電極的槍體 電極裡面會產生離子 跟自由機 但我只要自由機 而自由機本身不帶電 所以你電腸要調整他 你怎麼辦呢 你照用吹氣的方式 吹氣把自由機給吹出來 把自由機給吹出來 那你一直因為去有方向性 有電腸 他就會比較受到這個吹氣的影響 你就會將自由機 從這個電極的槍體 產生槍裡面 把自由機吹出來 只單純弄到自由機就好 那使得這個反應 相機就只有自由機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我會需要用到遠距電極呢 什麼時候 我只需要自由機 為什麼不要吹氣 轟擊 離子轟擊就會造成晶圓有損傷 對吧 轟擊就會造成受損 所以什麼事情是 我只需要自由機 是 我只要純粹化學反應就夠 第二個 我不需要有損傷 只有這兩個物體 會需要用到remote 那這兩個物體分別用到製成 特別是什麼呢 首先第一個 光阻去除 如果今天我是黃光製成 我黃光製成做完了 黃光完之後是死顆 或者是離子骨子 結束之後 我要把光阻去除掉 光阻去除只需要用到自由機 只需要用到養的自由機就夠了 只需要用到養的自由機的話 我不需要離子轟擊 光阻去除不需要離子轟擊 離子轟擊 馬上會傷到我的晶圓表面 所以這時候就會使用 remote quas 我只需要氧跟氫的自由機就夠了 這是一種 還有一種是什麼呢 雷晶製成 還有一種是雷晶製成 我要API 我們在最前面展過說 晶圓製造那些章節講過 我晶圓製造出來的時候 我的晶圓表面可能還會過多或少有一些缺陷 所以實際上商業在用的晶圓都是怎樣呢 晶圓表面完之後 上面還會再重新新一累晶一層 單晶層 我們在掌精的那個章節介紹過 最後業界在用的先進製成的晶圓呢 都是掌精的晶圓切完之後呢 表面還嫌他餐廠度不夠一定 或是經格不夠好 會再重新累晶一層材料出來 而累晶層呢 他不需要有額外商 他只需要有原材料過來 我握成機 並且是怎樣呢 長得速度慢 讓這個原子可以跟下面的原子重新見解 才會變成單晶的磨墨 這叫累晶 累晶會使用到羽默的化石嗎 再來還有什麼會使用到羽默的化石嗎 輕槍 你的化學繁殖的槍體已經有太多磨墨了 要重新清零 那他清零或是需要用到自由晶 不需要用到零食環境 所以課文上舉出了三個會使用羽默的化石嗎 第一個去除光阻 第二個有清理槍體 我們稱之為清槍 clean chamber 槍體的 槍體浮墨的清除 第三個就是零劑 零劑會用到 零劑是一本橙色的學問 那這體又要表明 söyle就要便宜 八個月 就要祝道就要禮止光跡的損傷 所以它不希望有礙止漏機的损傷 除了額過成績 十顆還有 更重要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高密度墊降製成 高密度电价可以用在成绩,也可以用在10颗,尤其是10颗 我们前面才介绍HDDCDD,边成绩边10颗 只要你成到10颗,你就会用到很低的气压 所以高密度电价呢,大部分可以使用在10颗的制程 还有纹莫成绩,而你是要成绩在那个很小的洞 然后铁很小的洞的时候,你就会用到 而高密度电价,顾名思义,它要产生高密度 第一,因为它的气压,你需要很强的按耗 第二个是什么呢,你要这样才是产生高密度电价 你需要有足够的碰撞 而在低压的时候,它要有足够的碰撞,你就会产生电价 所以这时候呢,高密度电价的机械,主要可以做为了大类 一个称之为ICT,ICT又可以叫做TCT 但一般就直接讲ICT,一个叫做CR 这两个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前面讲过,如果今天你只有一个RM power 你的产生电价源,如果只有一个RM power 你没有办法独立控制电价的流量 跟电价的离子轰击的能量 离子轰击的能量 离子轰击的能量跟流量,你没有办法独立控制 因为你就只有一个产生电价的电价源 你只有一个RM power 可是呢,如果你使用ICT或ICR 你可以独立控制离子轰击的能量 跟离子轰击的流量 也就是电价的密度跟电价轰击的能量 可以独立控制 你需要两个能量来源 这两个能量来源呢 根据总类不同 也叫ICT也叫ICR 我们来介绍一下 什么叫ICT 所谓的ICT呢 说穿的形状是怎样的 你刚刚讲过 基本上HDDCB主要是用在10颗 部份都是博博的成绩 但是博博成绩也需要10颗 所以既然它的轻体结构跟前面所介绍的10颗 是差不多的 就是怎样呢 晶圆放在基础上面 基础上面加一个偏压 这个RM偏压是用来怎样呢 控制直流偏压的 这个偏压已经不再是拿来产生电价了 这个偏压是用来做 这个电价跟基板 彼此之间的自我偏压 这个RM偏压 那这个电价的产生靠谁呢 这里再加一个RM偏 RM偏压加在哪里呢 加在载印线圈上面 你用线圈围绕着它 然后RM偏压它是个交流链 它是个交流链 我们就讲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稳定 定电流方向的旋圈 固定电流方向的线圈 它会产生固定方向的磁场 对不对 如果你的兴趣的电流是这样子 你的磁场就是 髮力定律这样子 电流固定磁场固定 可是你今天是个交流链 你是RM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你的电流一会脏绕 一会反来反过来绕 那代表什么呢 你的磁场一会是向上 一会是向下 而 十变的磁场 会重新induce什么呢 十变的电场 十变的电场 交流线圈 induce交流磁场 交流是什么呢 交流电场出外 所以这里会存在额外的电场 而且这里就等于怎样呢 既有电场又有磁场 它同时具有电场又有磁场 所以它同时可以控制 什么呢 它同时可以控制里面 你电子的行径的轨道跟碰撞 而这些都可以用来控制电章的碰撞机 或者是说电章的density 电章的濃度 所以这里就可以来说 你这个iPOW呢 同时产生磁场跟电场 又来产生这个电章 而向这iPOW呢 来控制的是 轰击的能量 自我贴抗能量 所以变成流量由它控制 电章的流量由它控制 轰击的能量由它控制 所以它可以独立控制 电章的流量跟电章的能量 就是这样子 流量就是有数量控制 就由浓度所控制 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过程呢 就叫做ICT 所以ICT指的是 感应偶尔式变加力 induce the carbon loss 它induce什么呢 它靠交流线圈 induce 时长 时长在induce 交流变长 所以是这样子 感应偶尔式 就是induce the carbon loss 所以是涉拔阿里电流 通过线圈产生交流时长 交流时长在透过感应偶尔 而产生十变的电场 而十变的电场 就可以控制电子来回报 来一种反应 就可以控制它的控装 它的能量 它来产生什么呢 产生交流电 产生电价 产生电价 所以改的电场是回旋的 所以电子会回旋的移动 那回旋的移动呢 就可以增加它的控装几率 而且不会放到反应墙壁 因为它是回旋的转 不是直线的轴 直线的轴在小墙壁 我就撞到墙壁 旁边的墙壁了 回旋的轴队就比较会碰到墙壁 就会产生高密度电价 这种电价方式都撑住了 ICT 另外一种方式叫做ECR ECR是什么呢 ECR的话 一样 电价跟耗耳直流黑压 分别控制 它们差别在哪里呢 ICT靠的是偶额线圈 就是利用交流电流 在偶额线圈 产生额外的交流电场 而且是回旋电场 来产生电价源 而ECR呢 它实践由微波 microwave来给电价气体能量 然后呢 再经过磁场线圈 产生磁场 它可以独立的控制 什么呢 它可以控制这个电价位置要在哪里 然后电价能量是多少 应该说电价 产生电价的力度是多少 靠着微波 microwave 好了 变成这样 那又因为有磁场 所以它这边也会回旋的转动 电子回旗也是会回旋转动 所以就是从这样子 电子回旋转动 微波给它能量 磁力线给它回旋的方向 这个样子 来独立控制 直流银压跟巴斯塔的内存 所以回头来讲这边 所谓的ECR是代电价值在市场中 形成回旋转动 而回旋所需要的平均可以用市场的决定 而Minecrowave所施加的动证平均 要符合这个市场 它们是相处相承的 它可以控制到什么呢 你的回旋半径达到多少程度 才会刚好累了 麦克威福的频率 你麦克威福频率如果固定了 那今天就要看我的市场强度 要控制在多大的强度 我的回旋半径 刚好等于微波频率 那等于你的微波频率 它才会刚好吸收你的能量 而回旋的半径 回旋的频率呢 会根据距离市场的 距离市场的地方 你看 池场这样子走 然后叶子这样子回旋 你会看到不同的位置点 不同的位置点 回旋半径不一样 不同的位置点 回旋半径不一样的话 那就只有在特定的地方 如果你微波频率不明 那代表我们不同点 它的回旋频率是不同的 那产生更正的话 你就可以控制电场的强度 它可以独立控制什么呢 你要在这个地方 刚好满足微波的频率 还是要在这个地方 的回旋频率要给微波 你可以控制 换言之 你可以控制 电降产生的时候 或者是说 它在哪个位置 可以刚好吸收微波 这是你可以控制的 你可以控制在哪个点 刚好符合微波的微波频率 然后刚好吸收它的微波功率 产生电降 所以你可以控制 电降在哪个点产生 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你用限缺来 控制它的回旋半径 进而影响到它的频率 而频率 因为必须要跟微波产生共振 它才会吸收 它才会吸收 它才会吸收微波的能量 来达到文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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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边就有讲 在职场中 当所使用的微波频率 等于电子回旋转动的频率的时候 电子就会发生回旋共振 所谓的回旋共振 什么叫共振 共振就是刚好 两边的力量 刚好都相同的时候 那就变成一加一大和二的力量 就是两边在转动的时候 你转动的频率跟能量给你的频率 一样的时候 你刚好就可以吸收它 吸收它的能量 你电子就会具有高能量 就可以产生离子化风光 就可以产生离子化风光 所以 电子将透过微波 来吸收微波的能量 但是你要吸收甜蜜是什么 你电子的回旋频率 要跟微波频率相同的时候 才是 就好像你在转 那我也想要帮你 就好像各位看到什么 有一个 假设今天各位在 看到一个在转动的 转盘好了 今天有个转盘在转动 你想要增加它的转动速度 你在拨的时候 你一定要顺着它的转动方向 并且转动的方向 你在拨的速度 要跟它的速度要 一样快的时候 它才可以吸收到最大的能量 如果今天拨的半 你要去拨它 就拨的半 你转开 阻挡了这个 这个转动 大家想想看 今天拿一个转盘 好 它在等速度转 你想要撑快它 你是要顺着它的频率 跟着它 整条同步骤 给它力量 它才会更快 你快一点 或慢一点 都不行 你转的慢 你反而 没办法 你要去给它发挥 还会有点迪雷它 你必须刚好 你给它力量的 你给它力量的 这个速度 这个角频率 给它另外的角频率 要刚好给它回转的角频率 一样的时候 你刚好才可以 你把力量完全装给它 这就是要所谓的 共振 你必须两个力量达到一次 两个方向达到一次 都会达到最大的加速度 这样子 所以电子透过微波 产生能量 产生能量之后 它就可以有能量 去发生控装 产生力浮夸 然后产生更多的电子 再继续共振 然后更多的能量 那电子会沿着磁力线回转运动 所以你看到 平均自由路径会比较长 因为 刚刚讲过 它都是用在10个 高低路电章 通常都用在10个墙壁 所以气压了 在气压里面的情况下 你的平均自由路径很长 你怕碰撞不到 怎么办呢 又回旋的方式 比较增加碰撞的机率 增加碰撞的机率 并且 不会跟反应相比 可以碰撞到 那因为都会有离子轰击的存在 所以都会产生热 所以一定要靠 静电夹 来加工晶圓的背面 并且用 派气来冷却晶圓的背面 那离子轰击的流量 就是离子的数量 是有微波控制 而持有K&A的能量 靠的是RF power 来控制持有轰击的能量 那ECR有点是什么呢 可以控制 磁仓线圈中的电流 就可以调整 共振的位置 因为电流不同 磁场强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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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回旋的半径 大小周围不同 那就可以控制说 你要在哪个地方 才会产生共振 这个样子 这是主要的良心态 所以以上就是整个电章的基本 如同我讲的 四大Marge裡面 全部都会用到有电章机制 电章理论基础的基础 现在几大部分的基础 基本上 裡面都有电章 大部分都有电章 大部分都有电章 所以我们下个礼拜 早四就考到电章 考到电章 所以请各位回去好好地 研习 从最早前面讲的 从清醒概念 一直到掌筋 一直到 到热制成 然后再到 再到 围椅制成 还有到电章制成 好 我们今天上到这边 回去给各位好好的复兴 我们下一个展示 直接上这边